这日 云上观星 陈建辉水墨作品展在上海躲云轩躲云艺术馆开幕 此次展览中的作品以传统绘画中的花鸟血液以及戏曲人物等为主要题材 将中国书画所讲求的笔法 墨法 章法与西方绘画元素相结合 使作品在保留传统水墨画韵味的同时具有现代情绪 演绎出丰厚的内在 并将其延伸至万物归一的精神境界 以和谐乐生而顶成艺术化的生活 引人入胜且耐人寻味 留给观者无限遐想 云上观星 静牛心造 陈建辉以行云流水般的笔法和用色 匠心独具的巧妙构图和空明深邃的意境 体现出画家乐观洒脱的天性和品格 旺盛的生命力和积极的理想 向人们展现他在艺术道路上不断实践和探索的成果与历练 同时 粉刺在上海朵云轩举办的个人画展 是陈建辉水墨作品展的首站 在此之后 作为展览的第二站 陈建辉独有的过境天地 也将于2014年11月在北京公王府再次精彩呈现 我觉得对他画的那些蜗牛 我特别有印象 因为以往没有在水墨上看到 谁来画那个蜗牛 我觉得他这个蜗牛 有他独特的那个笔目 而且他这个构图也蛮有他的特点 就是对传统的东西还是有突破 它是越民族 它走向当代 走向世界就越宽广 所以他由现代很多当代的水墨 非常的具有当代性 但是呢 又非常的美 非常的妙 有很多画我以前没有看到过 那么以前在他工作室里 也看到他一些那个 现代水墨和早期的一些绘画 那个像素描什么 所以应该是非常有意思 因为他把传统 包括把西方的西化的一些东西 融到他自己的作品当中 很有自己的想法 很好 他的这些小写衣的花卉作品呢 很温润 很有教养 这是很不容易的 同时这一种艺术的状态呢 可能也影响了他对所谓抽象水墨的创作 建辉在创作的时候 无论是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花鸟 和相对比较当代的抽象水墨 他都注意了 对于观众 欣赏者那种平等的态度 建辉很好地吸收和阻绝了这个 形成了他的新的风格 这是令人高兴的事情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